接着来到篮球场 我们来关心的是体育焦点 好小子林书豪在香港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 被问到自己跟姚明比较的尖锐问题 林书豪的回答非常的得体 他表示姚明已经是NBA大使和准名人堂吉的球员 只短短两年NBA资历的他还要多多学习 而这也呼应了火箭总管莫雷对林书豪的看好 认为他会是明年明星赛火箭最有可能入选的球员 航港朋友侯海桑终于见到林书豪本尊了 好小子香港呆四天 还行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美景 吃着高档铁板烧还度24岁生日 不过同一天有人在太平洋另一头洛杉矶过34岁大寿 那人叫Coby同在823炮站过生日 三月时却痛定了人家38分创生涯新高 会不会太不讲情面了 人家赛后跟你勾肩搭背 你还说场上看起来都一个样 原来不一样的叫姚明 这头口中把姚前辈最为归孽 果然听到火箭总管龙兴大跃 明年明星赛就在休斯顿这头半 总管Dolly Murray第一个力挺的就是好小子 推特上特别谈到他最看好好小子 是火箭上能挤进明星赛的人选 这也难怪 懂了理又有球技 咱们台湾球迷星期前晚上就等你 一定是最后报道